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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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桌面弄整齊一點 拿一個桌墊 沒有那個桌墊 這個就好嗎 這個就好嗎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這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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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下來 好 爬套 再拉爬套 好 十八 好 開啟 那個 將附近荒槓取出 取出槍管 再取出撞針 這個就是我們的橡膠 撥開 急增擋板 壓下去以後撥開 急增擋板 將鑽針取出 拉爬套 自銷 對 按下去 將拉爬套取出 取出拉爬套自銷 極黃 這邊訓練過幾個女生 對 就這位 有史以來的第一位 對 是 沒有進去嗎 抓上他 這個 轉身 進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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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內堆 先檢查 槍管有無子彈 我檢查看槍管有無子彈 以及槍管外部是否有膨脹 膨脹的話我們就要實施槍管更換 好,再来取出几针 取出几针后,检查什么?检查我们的固态是否有断裂,有个裂痕 有几次不错有裂痕 稍微看一下有没有检查有个裂痕 以及我们的这个前面这个红色这个 再来取出我们的拉罐沟 再来取出我们的拉罐沟 拉罐沟取出之后,先检查它的全部是否有完整 有没有归裂,有没有断裂痕 好,这基因有些是毛边的,检查会瘀掉 为什么会瘀掉?因为我们这个不常常去瘀掉 拉着之后,会瘀损 磨损太多的话,我们就要更换,慢慢走 再检查这边 再来检查我们的这个急针竹铁 急发竹铁检查什么?检查它的黄是否变形 变形的话,我们再下压的话,它会产生不顺 甚至会卡住 尤其我们假如没有装好的话 别掉的话,压下去的时候,转针无法取出 不是用这个急发竹铁检 急身黄,有一个急发竹铁检 变形,可造成 再来这个是拉弹勾自销 拉弹勾自销,我们也是检查它的黄是否有变形 然后它的外观自销是否有变形 然后它的外观自销是否有变形 我们的主体也是一样的,也是检查一下外观 外观是否有变形 有过列有到14分钟 再来检查我们的滑套 先用手摸看看,它有没有变形 外观,我们用摸的可以感觉出来 假如有变形的话,它会有点膨胀的感觉 然后再检查我们的罩门跟准心 是否有那个炒料 炒料的话,我们要只是调整 然后 我们要看罩门的话 要如何看它是否对位 和我们的罩门内勾 是否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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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的话,表示我的罩门是正确的位置 然后,准心的话 如果要拆卸的时候,我们是把它细置 家里面的,要准备螺丝 拆,拆除 你们查证硅临是以什么罩门的? 没有 它这个 GV2有一个标准值 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当准心有变形 或者是准心的 螢光点破落的时候 我们会变穿它的准心 准心这样就拆除下来 好 装回线也是一样 那个我们的 螢光点是朝铁 这样子顺利摆下去 然后我们的螺丝 准心螺丝要点上我们的 枪枝的部分 胶 这个胶是什么用处? 第一次看到 这个胶是我们的 让它的螺丝跟我们的 转心会黏得更紧 是螺丝胶 是属于螺丝胶 锁下去之后 在内转一圈 盘住就好 千万不要太锁紧 你锁得太紧的话 很容易打合力的模式 给我们封掉 封掉的话 这个我们这里面 要重新更换 那我们下半部 最主要是在准央什么? 准备的部分 要怎么检查的? 我们先检查 用目测 来看一下我们的 一些 零件是否完整 好 再试试 试试 那我们要拆这边的话 我们要先取下 师傅 3 4 4 2 2 6 5 2 6 2 5 2 3 练习的话,如果拆卸它,我们在这边敲下去 我们在这边敲下去,我们在这边敲下去 我们在这边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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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的新疆都是模组化的 师徒三代 我们在这边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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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们刚刚敲的那一根是什么 结合销 结合在枪身上面 我们都叫结合销 也有人叫固定销 其实它都是结合的功用 其实它都是结合的功用 然后能把这个结合销 所以就很难想象用枪 16有 16有 16有用颗弹头 我们的卡冰枪 我们的卡冰枪 它的子弹可以拆你的枪 拆你的枪 以前古代都是 可以拆螺丝 这就是它的里面的 枪式内部的 现在还有 HK HKG36 HKG36它的枪击头 鎖耳你知道吗 枪击的卡索 闭锁的鎖耳 它可以当反手的牛鎖 原场的祭司会不散 我们是因为 属于休息人 所以他会教我们 很细腦的分析 一般的话 允许他们是不会去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建议 他们就去采取 不建议 不是不建议 本来就不行 也不准他们用锤子锤 对 不能用工具 一级使用单位都没有 平常上课就是这样 就在这个地方上 新的进来 对 我们就要再职训练 多久才进来一个新人 出缺 出缺 就是有人对修 有人离职 所以 不一定 师傅 师傅 对于在台湾有志 成为职业枪将的人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建议他们要从哪里 开始着手入行 第一个 你要想成为一个枪将的话 第一个 你要有初衷 就是说 兴趣 有这个志趣 关于清兵器的这种设计 我们做一个枪将的人的话 你要有心去学他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里面 比如说 你想来 想来警察机械修理厂做一个修枪的话 第一个 你要有一个考试院 因为机械直系工程的考试合格之后 前去部的考试合格之后 前去认可 那如果说 或是在外面 一般的我们的技巧区势或是 如果警察机械修理厂出缺的话 我们有征调 对外征调台 我们都有意味来到这个地方 那至于 我们这个 军备局 国防部他们所招生的 这个所谓的 兵器班 它的这个 范围亦宽管 包括陆海军 陆军空军海军 陆战队 他们这些都有兵器班的 去招生训练 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 门路 那将来如果说 我们参加自愿益之后 可以申请到这个 所谓的联保厂 这个三四级以上 可以到兵器学校去受训 出来以后 也可以成为一个 所谓的 槍将 但是 我們